中国拒绝两国防长会晤 美国恼羞成怒 派军舰来台海闹事 解放军强势迎击 双方战舰拼刺刀 只剩最后的137米 欢迎搜索中美博弈 获取更多的关联资讯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我是马超 近些年来 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了 美国人的军舰和战机 是不断的逼近中国的近海 挑衅的意味那是太明显了 真的是适可忍 孰不可忍 而解放军这边自然也不会惯着 次次都是迎头痛击 那么前一阵子 美国突然提出 中美两国防长会晤一事 其实他们能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警告中国 不要武统 或者不要军事援助俄罗斯 那么正是因为 识破了美国人的鬼心思 所以我国政府 断然拒绝了美方会晤的要求 这当然令美国人 是感到脸上无光 于是恼羞成怒的他们 只能来硬的了 最近美国海军派出了一艘 中云号驱逐舰 还带了一个小弟 加拿大海军的一艘 小型的护卫舰 蒙特利尔号 又来闯我国的海峡了 解放军这边也是早就预料到了 美国人会脑袋发热 早就给他们准备好了一盆冷水 解放军海军的苏州号驱逐舰 和一艘056A轻型护卫舰 联合行动 开始了对美舰的拦截 这次解放军海军 可是一点都不闻名 不仅没有采用远远的监视 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 还采用了两次高速并线的方式 去接美国海军的航线 迫使美军舰减速和转向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最近的时候 中美两舰的距离 只有137米 双方官兵都能在望远镜里 清楚的看到对方的表情 可以说解放军海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不开炮可以 但是我一定要把你逼出去 不让你自由自在 打摇大摆的通过 解放军这次派出的军舰 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了 苏州号是一艘052D驱逐舰 和中云号所属的伯克局驱逐舰 属于同类的防空驱逐舰 至于加拿大海军的那艘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是一艘30年的老式护卫舰 解放军只派出了一艘056A轻型护卫舰去盯梢 连一艘054A护卫舰都没有 意思很明显 就是你这点小身板就别来凑热闹了 太丢人了 其实加拿大作为五眼联盟之一 基本都是美国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加拿大的军队 基本是一支小而精悍的部队 在美军的体系掩护之下 勉强还能发挥出一点作用 但这只是基于以前打弱小的国家做出的评价 这要是放到中国的近海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事情结束之后 美国人那边还是那一套论调 说什么解放军不专业采取了危险的举动 美国军舰是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 这个论调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人有脸这么说了 你美国人没事往全世界各国的领海乱跑 怎么就没人往你们的领海乱跑呢 要不各国都派点军舰到你们的东西海岸去转转 你们也别赶啊 这强盗国家呀 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说到底 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霸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就是美国 只要他哪天衰弱了 地球就真的太平了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